今天我們要講的是Web Server 這個主題跳的有點快 各位覺得 我們不是才學語言基礎 然後學前端網頁 然後學到哪裡 學到JQuery 然後學到上禮拜 Canvas 2D 怎麼就跳Server 可是後面其實都是Option 都是可有可無的 所以我們確實是可以這樣跳 所以我們今天看的是第二史講的設計Web Server 設計Web Server我不希望一開始就太複雜 所以我們從Hello開始 凡是從Hello開始是個好習慣 第一個程式我們不是都寫Hello World 第一個Web Server當然就寫Hello Server 我們來看一下Hello Server到底該怎麼寫 這是一個Hello Server的例子 其實你就從那個Node的官網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首頁裡面就有這種例子 那我們就把這個Hello Server給抓下來 然後去執行它 你會發現它就跑起來了 然後跑起來執行結果會怎樣呢 你要在你的瀏覽器裡面打Localhost 2.3000 這時候你就會看到HelloNode.js的訊息出現 我做一遍給各位看 來 就是這一個程式嘛 那你也可以直接這邊下載應存連結也可以 那我把它存起來 我放在桌面的CCC底下 就儲存在這裡 Hello Server.js 現在我需要個編輯器 我把編輯器開起來 我還是用Vidual Studio Code Vidual Studio Code 然後呢 我們把剛剛桌面上面的那一個 CCC底下的這個Hello Server 在哪 Hello Server在這裡 把它拉出來 好就這樣一個程式 就跟剛剛的一模一樣的程式 那現在呢我們需要開一下Node對不對 來開一下Node 所以我們要到應用程式裡面 找出Shield 也就是終端機 好 然後呢我需要去執行這個程式了 好 為了不擋到我開一半就好 這個我弄大一點 好OK 首先呢我們現在 剛剛的程式放在Desktop Top的CCC 所以我切到Desktop 再切到CCC 好那這裡 有看到Hello Server 這一個程式在這裡 OK 那我們就執行一下 那它就出現了說 Server running at 127.0.0.1 3000 那127.0.0.1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 在Web上面127.0.0.1 或者各位修過網路概論 127.0.0.0.1 就代表自己這一台機器 好嗎 OK 所以呢 我們 如果在這邊打 Local host 或127.0.0.1 都可以 然後3000 OK 你會看到 Hello node.js OK 出來 那 這個 大一點 看得很清楚 那如果你改打 Local host 也是可以 這都代表自己這一台機器 一樣的 所以 你的Hello server 確實有運作 可是問題是 我只能在我自己這一台用嗎 別台如果不能用的話 這就不叫做Server 就不叫做Web server 就不叫做網站 別台怎麼用我這一台 來 再開一個 IF CONFIG 在Windows裡面是IP CONFIG IP CONFIG 在Mac裡面 或Linux裡面 都用IF CONFIG 我得知道 我自己這台電腦的IP 到底是多少 那這樣子 別人連到我這台電腦的時候 就可以看得到剛剛那個層次 那我們現在得看一下 我的IP到底是多少 這個資訊實在太多了 到底哪一個才是我的IP 是101嗎 好看 101 Windows的我比較容易看出來 這個的我得要看一下 看起來像是60.101的樣子 目前我看起來 可能是這個我試一下 PORT是3000 OK我的可以 麻煩同學 麻煩同學 現在就輸入這個IP 試試看 看能不能看到 hello node.js 如果可以的話 就代表說 這個IP是我的 沒有問題 好 那各位試試看 我們 第一個程式 就示範這個 你試好之後 你就自己把那個程式一樣 下載 或者是剪貼之後 存心檔 一樣在你的伺服器裡面 打開這個 你可以改一下字 沒有關係 然後呢 你可以請隔壁的同學 登錄 就是看看你的web 是不是有起來 隔壁的同學 打你這一台的IP 3000 然後看看你的web server 是不是有正確起來 我會有一點 我會想知道 好 謝謝 ので